你知道在三国所有武将中 为何只有关羽一人被称为武圣吗 并且在他死后 历朝历代的皇帝还为其追封了13个嗜好 然而关羽真配得上这些荣誉吗 不过也有些人觉得 他只是被民间神话罢了 作为史上人系最高的武将 难免会被人们众口说心 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五话八门 那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关羽呢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从三国正史 中国历史 和民间荣誉三个不同的角度 对关羽进行逐一分析 下面就为大家一一奉上 首先我们来看看正史中的关羽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个时间段 关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武将 威政华夏没有之一 这真的是没有任何夸张的部分 当时的关羽就是No.1 没有人说他不行的 从刚开始刘备身边的小兵 到威政华夏的相反之战 关羽带领三万兵马 对阵十多万兵马的孙曹 全明星豪华联军 打得曹操差点迁都 这是何等的实力啊 或许这样说有点笼统一些 可能感觉不到关羽的强大 那接下来咱们就仔细分析其个人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 关羽在正史中使用的 并不是青龙艳跃刀 因为这是北宋才有的武器 据专家考证 关羽当时使用的只是 普通的长朔和自己的配刀 尽管如此 也不妨碍他在万军中取炎梁手机 这一战关羽近显英雄本色 要知道炎梁也是一个永贯三军的同帅 身边不可能没有士兵护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关羽冲过去一刀就嘎了炎梁 干脆利落 随后还能全身而退 这样的战绩 在整本三国之中 也只有关羽一个 能在万军丛中斩杀敌军统帅的人 可见他有多厉害 再看看关羽的统兵能力 打曹操 打吕布 打袁绍 打孙权 这种TOP1级别的英雄 关羽都和他们对过线 随手没有造成单杀 至少都是打了半血以下 其次 他统领的步兵和骑兵 都是非常精良的部队 最离谱的是 他作为一个山西人 居然能在南方的金州 训练出一支惊日的水军 并且这支水军 还在相反之战中立下大功 钱拿驴进 斩杀庞德 俘虏七军三万人 以上都是关羽 帅领水军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样的关二爷 只能说 有挂还怎么玩呢 在统兵这一方面 二爷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是得到过曹操和刘备认可的人 放眼整个三国 也就张辽可以和二爷比一比 但还是差了半个身位 可能还有人觉得是吕布 咱就是说 谈正史 实在是没脸提吕布 总的来说 在正史上 关羽绝对配置上这些荣誉 但如果将它放在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结果又如何呢 这也是评判关羽的关键所在 你真的觉得 关羽能被称为武圣吗 下面我们就从 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涌现出太多太多的优秀武将 例如 越翼 韩信 卫星 获去病等等 那关羽在这些武将中 他还能排在第一吗 答案是 low 最多也就是中等边上 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 我二爷天下无敌 为何还不能排在第一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关羽不是天下无敌 他也曾经输过 而在中国历史中 全胜的武将太多了 武企 白企 韩信 获去病等等等等 还有那些偶尔只输过一次的 也有许多许多 而我们的关二爷不仅是输过 而且是输得非常难看 可以说是兵败身死 不可善终 甚至就是因为这一个污点 关羽还曾被移出过五秒 可能有人会说 难道还不允许犯错的吗 当然允许了 但是放在两千多年历史的 综合评分环境下 你输了就是输了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这就是一个污点 怎么样也再难等顶峰 就在咱们考驾照 平时模拟的时候 各种项目都能一把过 但就在考试当天 也或许是因为紧张 又或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种种原因导致你失利了 那你就是拿不到驾照 因此 在中国历史中 看待关羽也一样 输了自然就是输了 没有借口 也没有理由 把他排在中等篇上 可以说是人之一见 但是话说回来 就算关羽兵败身死 现在他依旧是人气最高的无相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在中国历史中 关羽只能排在中等篇上 接下来 我们再从最后一个民间讲座 去分析关羽 众所周知 关羽死后 曾被八个皇帝追封了13个世号 从三国时期的壮谬侯 到明末的关圣帝君 一直到五圣 再看看遍地的关帝庙 不用说也知道 关羽在民间的地位有多高了 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 关羽为何能被后世 不断神化并崇拜 是因为武力高强 还是因为脸红呢 显然都不是 其原因肯定是中义二字 关羽身上的中义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体现了民众的社会厌往和理想人格 因此 我们败的不是关羽 而是其中义这种品质 并且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很喜欢这样的人物形象 于是官方就把地位给抬起来了 所以关羽之后的嗜好越风越高 而且三国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关羽中义的形象 也得到民间各界认可 地位自然是高到其他民家难以相比的 也正因为关羽的中义 备受民间推崇 而官方也需要借助这样的中义形象 来为大宋王朝服务 再加上晋商的崛起 在山西修建很多关羽的庙宇 所以就逐渐强化提升 成为三国历史人物中 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在拜关公 拜中义 关羽的香火一直都很旺 虽说小说中的很多成分都是虚构的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弘扬其中的传统美德 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一道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 在你们心目中的关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